大概有多少時間去吃下午呢? 一個小時 會否有時因為工作關係太急 吃得很快 會的 試過多短 二十分鐘 吃碗麵或魚蛋粉 點鐘或點多 有時下午茶不一定 香港人生活繁忙 食無定時 多肉小菜 很多人都有消化不良等等的腸胃問題 阿菲都是其中之一 因為經常要跟老闆開會 然後要見客 基本上你都不會有時間坐著吃東西 其實平時都是五分鐘 吃個麵包或喝杯咖啡 有時同行車吃完就算了 所以我到週末 都會約朋友去打火鍋 吃點韓燒 或者吃點甜品 其實這些都是獎勵自己 一天三餐 不是說喉說命 就是大吃大喝 導致腸胃不息的問題不斷出現 頂著頂著 會胃痛 胃酸會倒流 你會痛下去 是呀 最長時間是不舒服多久 不舒服嗎 就是晚的 那怎可以改善腸胃不息帶來的問題呢 酵素即是煤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其實就是幫助人體我們的消化系統去工作 例如以澱粉煤和蛋白煤為例 這些酵素可以將我們進入消化度的大分子 例如這些的澱粉質、蛋白質 降改為一些小的分子 以便於我們的長度去吸收 不同的酵素是可以分解食物中不同的成分 從而提供可以被吸收的養料 所以酵素是可以幫我們消化的 阿飛也嘗試服用一些不含藥性的酵素補充劑 去幫助分解食物 促進消化、減輕腸胃負擔 這些補充劑其實都可以分解食物 以及都可以改善腸道的健康 這方面都是很需要的東西 現在吃了大餐和吃完飯之後 我都會吃兩顆 肚子沒有之前積住的感覺 而且排便也長順了很多 提提大家 最關鍵就是飲食健康 記得要均衡飲食